榴莲包机 这股熟悉的屎味 什么屎味啊 苍蝇才爱屎呢 让开点 你说你还金牌教师呢 说话就不能文明点 谁先说的呀 谁不文明啊 乔艾东 别得寸进尺啊 让你进屋你还得谢谢我呢 你该谢谢我 今天要不是我来 你跟咱闺女当街就翻了 你信不信 好像你多了解我跟咱闺女的关系似的 那当然 聊完了 还不赶快走 你急什么呀 我还没跟你说我跟咱闺女聊的结果呢 什么结果呀 说吧 结果就是咱闺女答应了 在高考之前再也不去天文馆了 真的 她本来就是你该答应啊 就跟她说这个啊 而且我还跟她说 妈妈说的是对的 高三就这么一次 不能自己累了半天 还给自己留遗憾 都听见见了 你先坐吧 坐哪儿啊 坐这儿啊 干吗呀 快你坐就坐 坐 怎么着 这 这给我的啊 喝完赶紧走啊 喝 有什么呀 好嘞 妈 好嘞 妈 好喝 熟悉的味道 好 好香呀 好喝啊 爸 太好喝了 你妈煲的这个鸡汤啊 我讲好香的 他这个鸡汤就在里面 你看 但它做得很快 这个 他比跑出来快 哪哪哪 这个好 这个好 屁股还有喷火 挺贵的啊 方式没能卖的 我还以为贵的跑了就快了 没想到贵的跑了 你们俩 妈 回来了 你们俩今天怎么都回来得这么早啊 妈 妈 我先回去写作业了 今儿作业特多 去吧 我这带回来的饭 你吃口饭再去写啊 我 我吃过了 你吃过了 你在哪儿吃的 几个汤 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怎么突然之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啊 碧亚 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还有很长的路 不过刚刚确实拐了一个小弯 去车厂了解杨阳的喜好这一招 确实很有效果 真的 那你们都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 我们就是随便吃了一顿饭 吃的 披萨 太好了 太好了 爸 我就希望咱们一家三狗能清清秘秘的 那看来能看到点希望了 当然了 也不能让你一个人使劲啊 我这个当爸爸的也应该做出改变 毕竟儿子的心结在我这儿 能够吃顿饭就挺好的了 我着急慢慢来啊 咱俩一块努力 对了 我起了一个网名 网名 你起网名干嘛 这个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以后啊 你就叫我 维克特 你还起了个洋名啊 维克特 请 维克特 去拿碗拿筷子啊 陪我再吃点 好 好的 好 高三刚开学没几天 我们终于争分夺秒地搬家了 搬到了书香雅院 正式加入了这个紧张而焦虑的 陪读大军 关门了 有门子啊 好 非得自己受着累 找几个小时工 把女生擦拢了